国外借色经验第四期 知邪淫危害 同性恋者对色情的气血控诉 科学研究表明 色情严重影响着人们在爱情和性行为方面的认知 在现实生活中 真正的爱需要真实的人来实现 举例而言 研究发现 当人们在接触色情内容后 他们在自我评价时认为他们对伴侣更加的冷淡 此外 其他研究发现 在人们观看色情图片之后 他们会对配偶的外貌 性特征 性能力以及情感的表现更加苛刻 这种情况发生在人们任何类型的情侣关系中 包括异性恋以及男女同性恋 无论人们的性取向是什么 色情内容都会影响到所有人的情侣关系 我们最近收到了一篇文章 它来自于一位25岁男同性恋者 他希望分享他自己与色情抗争 以及他对爱情看法改变的故事 我几乎不记得在观看色情内容前我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了 当然 即使想起 也是一些零星的记忆碎片 在我还小的时候 父母在一个新年前夜的大聚会上抛弃了我 我迎着夕阳骑着单车在屋后的公园里游荡 就这样我一直待到了午夜之后 但是这些都仅仅是转瞬即逝的记忆碎片了 在公园运动场上的这一天是决定我命运的一天 那时我才八岁 我真的记不起在此之前更多的细节了 我有一个老伙计 你们都知道他的 这个家伙我们在成长过程中都经历过 他比你们知道更多能让你们学坏的东西 他知道有关某方面的所有事情 而我们假装知道这些事情 以此来掩饰自己的幼稚 这个特别的家伙喜欢使用一些词语 这些词语在我们所受的教育中都是不好的单词 他的许多侮辱性的词汇具有各式各样的说法 其中包括诸如鸡老和同志这样的说法 我记得当时我对这些词语不是十分理解 但是的确知道它们总是不好的 所以我不会问我的父母这些词语是什么意思 也不会让其他的小伙伴知道我不懂这些词语 这是我年幼时困扰我的首个问题之一 并且对我来说不幸的是 我知道一个可靠的地方 可以让我得到问题的答案 雅虎搜索 谷歌那时还没有真正取代它 我已经不记得第一次搜索这时看到的图片了 当时的激动震撼难以言表 我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 但从那一刻起 我就再也不能回头了 我不断地搜索有关同性恋性爱的描写 而且尽可能到处寻找这些内容 越多越好 终于在12岁之前 我就对同性色情上瘾了 我的色情成瘾很快就开始扭曲我的生活 我学会了撒谎 歪曲真相 我学会了编造故事 每天放学回家后 就让我妈关闭防火墙 也便能做作业 尽管如此 我开始了解到性爱 或者至少 是网络色情告诉我的性爱 多么荒唐的性启蒙 我便理因特望 不放过任何有关同性恋的内容 我甚至寻找过 与我同龄的年轻男孩的图像 当然 我也清楚 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 可是就是不能自拔 我生活的全部目标 就是找到更多 更好 更刺激的网络色情 我彻底迷失了 迷失在自我的欲望中 你曾经被问过这个问题吗 你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然而你心中毫无答案 这就是我过去一直以来的感受 在我成长时 我总是讨厌这个问题 我不喜欢被教导要做最真的自己 因为对于这 我一无所知 为了给自己的心引腾出空间 我已经花费了太多的时间 抽空自己的灵魂来满足自己的性引 我感觉自己只剩下一具空壳 而这内心挣扎所带来的悲剧 莫过于我失去了爱一个人的能力 在海提时代 我喜欢去爱 去付出 我会往我姐姐朋友的门下塞情书 与我的小妹妹过家家 遇见美好的人 我会天真无邪地向他们敞开心扉 可是当色情进入我的生活后 我原有的可爱一面深受毒害 渐行渐远 我把生命中的男孩与男人当作物品 当作东西来依恋 而不是去关怀 我从没有试着去了解他们中的任何一员 因为在我心中 他们反而比不上网络色情 最糟糕的似乎是没有人提出一个解决方法 我总能听到以下两种说法 A 你正在做的事是错误的 即使你很自然地被人吸引 你也应该不受影响 B 你的感受是自然的 你应该探求你的性别 但是 A和B都完全没有帮助我 同时 我看的色情影片变得更加极端 但是我已经证明我需要去找出解决的方法 唯一听说或看到的关于如何同性恋的方式都是做爱 这种观念是色情强加在我身上的 因为我唯一的同性恋关系是在电脑上浏览色情信息 基本上 对于我来说 用健康和有爱的方式了解我性别的机会已经被对色情的沉迷剥夺了 有时 我环顾四周想知道是否我是唯一一个这么理解的人 而其他人似乎都在寻求自由 那么 我们应该爱谁 我们想要怎样 而我从来没有这个机会 曾经 我有一个最爱的乐队 而现在 我只有一个最爱的色情网站 曾经 我有一段短暂 羞涩的爱恋 而现在我成了恋物狂 这一切只怪我让色魔钻进我的脑袋 然后我便关闭了心扉 我认为我们需要停下来一会儿 问问自己什么是真正重要的 我们如此渴望能够以我们想要的方式生活 但是我们可能迷失了方向 不管怎样的坦诚和谅解都不能再改变色情 使我思考和感受的方式 如果我们想要变得思想开明 我们应该确定我们有健康的思维去开始才行 我相信性与爱应该相交 但是色情却改变了它 每一个人 包括我的下一代 应该拥有一次机会去成长 认识自己和感受自由 而色情将会破坏这一切 如果可以的话 我愿意付出一切回到过去免受色情的控制 我祈愿我从自己和性别学到的是爱和尊重 而不是强烈的性欲和私欲 每个人都应该为他们的自由而战 去追求真实的爱 我不想要那些便宜的仿制品 我不想把我爱的人视为玩物 我想我的爱是深厚而又亲密 激情而又有趣 最重要的是 真实 我拒绝色情带给我的一切 我将为爱而战 父平 每个曾经邪淫过的孩子都是哲义的天使 而背后凶手就是色情 色情不仅摧残得我们身体 更让我们的心灵变得扭曲 狂躁 抑郁 神衰 强迫症 没有体会过的人永远也想象不到色情带给我们的究竟是什么 真爱生命 拒绝色情 我们不仅要远离色情 更要将反皇室也进行到底 因为你根本不会知道 在将来 你的儿子 你的孙子 你的亲朋好友 会有多少人要受到皇毒的毒害 拒绝色情 我将为爱而战 就是 Grund者的續命 但是我也凶序 你不知道 让你什么时候 常见 有点 是的 oo 你